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知识型经济社会的发展 青年要与时并进 充实个人学识和技能 而持续进修 就是提升个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不过据早前一项调查指出 香港整体市民的持续教育参与率出现下滑 特别是18至34岁青年的持续教育参与率 由2009年的58% 下降至2013年的39.1% 反映年轻一代对参与持续进修的积极程度转弱 对知识型经济社会的发展 构成不利因素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研究中心 成立的青年创研库 公布有关青年对持续进修的取态 研究结果 在全港随机抽样调查的 527名18至39岁受访青年中 以十分为最高计 同意持续进修是必须的平均分达到7.03 不过只有三成多受访者表示 曾经在过去5年进修 亦有超过四成半受访青年 尚未决定进修时间表 调查结果指出自我增值及提升技能 是促进青年参与持续进修的最关键因素 其次是个人兴趣 以及提高晋升机会 另一方面大部分受访青年认为 学费昂贵和工作性质难以配合 学习时间 是持续进修所面对首两项最大的障碍 受访青年同意 同时兼顾工作和学习感度吃力 平均分达到6.78 在个案访谈中 有已婚受访者认为要在照顾家庭 和持续进修作出取舍 是他们所面对的难题 在过去5年 曾经进修的168名受访青年中 超过六成表示 没有申请持续进修基金 当中表示收睹课程 不属于基金资助范围是最主要因素 其次是没有需要申请和怕麻烦 调查亦发现 超过六成受访青年 不知道持续进修基金 设有4年限期 最多受访青年认为 持续进修基金的资助金额 应该是$20,01至$25,000 其次是$15,001至$20,000 反映持续进修基金的资助金额 可有一定调整空间 整体受访青年认为 厌职机构鼓励员工进修的 相关措施或政策显得不足 同意有关命题的平均分是4.52 有受访的个案青年表示 企业一般允许员工在上堂当日 有较弹性的收工时间 但是很少提供资金鼓励员工进修 另外有受访青年透露 即使企业尽量安排 但是如果人手短缺 亦都难以配合员工的进修时间 负责这次研究的青年创年傅 教育与创新组别指出 实访青年虽然肯定持续进修的重要性 但是外于现实层面各种考虑因素 投入显得有心无力 我们就着今次的研究报告 有三大方面的建议 第一我们认为政府可以增加资助金额 将持续进修基金 现在是由一万元可以提升到两万元 第二就是获得基金资助的课程范畴 其实就可以提升它的范畴和数量 第三就是可以加强对外的宣传 因为持续进修基金的影子 亦是对于终身学习的投入很重要 在企业方面我们也可以保持更多开放的视野 去支持他们的员工去提升生产力 为此我们鼓励政府可以给一个有因的公司 比如说当他们可以鼓励到他们的员工 去进修资助达到一定金额的时候 这些公司也可以享有税务的假面 另一位成员就期望 雇主能够进一步支持员工进修 提升竞争和生产力 在我们今次的调查里面 我们发现到青年人 是对于持续进修的看法 他们都觉得是必要的 特别在年轻的一些组群里面 我们讲的18到29岁的年轻人 他们更加是觉得有这样的必要 去持续进修 那说到持续进修 其实来讲 他们都很希望透过潮进修可以自我增值 在工作上 在他们自己的发展事业领域上面 有一个提升的机会 但是来讲 我们又见到年轻人在过去五年 或者在未来五年 他们都好像没有参与过进修 又或者没有计划去做持续进修 为什么呢 就是其实当中有一些不少的障碍他们遇到的 第一就是说 现在坊间其实很多课程 都学费比较高昂一些 另外就是他的工作方面 其实香港来讲 工时非常之长 那么他们会不会配合得到去上课呢 或者在下班之后 还有没有一个意欲 有没有一个心机去上课呢 就是一个问题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发现一些年长一些的组群 说的是接近20-30岁的朋友 他们是需要照顾家庭的 那便是他们会以家庭行先 亦都是将持续进修 可能放在一个未必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里面 研究亦建议 培训机构可以开始根据弹性的上课时间 包括提供更多日间和夜间课程 并考虑进一步发展网上进修课程 以配合需要轮班或者工作时间不固定的 在职人士进修